金曲獎昨天晚間熱鬧展開 除了講落誰家引發關注之外 現場也多了許多爆笑亮點 讓全場為之瘋狂 像是小S和姐夫聚俊葉驚喜現身 現場直接跳起庫隆的經典名曲 瞬間炒熱全場氣氛 金曲獎熱鬧展開 還沒等到開獎 頒獎人的超強發揮 已經先讓全場嗨翻 大家好 我是光頭 這是我的小姨子 小S和姐夫互動超爆笑 瞬間嗨翻全場氣氛 同樣作為頒獎人 人稱台灣最美歐巴桑的陳美鳳 不只身材有料 歌喉也飽到未老 陳美鳳直接來一個清唱 好歌喉真的沒在怕 不只讓觀眾眼睛大吃冰淇淋 耳朵同樣大滿足 但說到好歌喉 怎麼能少了原住民的田來 71歲的資深音樂人胡德夫 就算已經滿頭白髮 唱起歌來依舊中戲十足 堪稱行走CD 同樣也是歌聲穿透力超強的樂團 Trash 為了得獎也是直接豁出去 確實三度入圍金曲獎 雖然依舊與大獎擦身而過 但這些典禮中的超級亮點 也成功為金曲之夜畫龍點睛 據陳時令由桃高雄參謀報導